哇,你看,这种植物是不是经常都会有见到呢? 在我小的时候,这种植物我就非常好奇一直到现在 因为它中间有红色,旁边青色又有白点的 非常漂亮,很有吸引力 这种植物你可以来摸一摸看,你可以看到 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但是呢,这种植物有毒性 我把它搭开来,它的这种盖的结晶 如果你不小心吃到的话,它会刺激你的口腔 导致你的口腔,舌头,喉咙都肿胀 也有可能会导致流口水,呕吐或吞咽困难 所以这种植物避免小孩子拿来玩 然后接下来这种就是万年轻了,它的生命力真的是非常的强 无论是大热天的话,雨天的话,它永远都不会变色 而且它的毒性相当的毒,它也是一样具有 草酸在结晶体,你可以看,我把它扒开,这种你可以看到它留下来的这些字 如果不小心动到手的话,它会导致你手肿痛,也许可能起泡 如果不小心吃到的话,也会导致你口腔,肿胀,说话,困难 也有可能会导致你呼吸困难 如果不小心它的汁液动到眼睛的话,让你视力模糊等等 所以不要小看这种万年轻,它是相当毒的 接下来就到绿罗,也叫启灵液 你可以看到一大片的绿罗 绿罗可以说是一种空气中的净化器 它可以改善室内的空气循环 它能吸收甲醛等三密遗兴 那些空气中的油烟等等 这些有害物质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汁液 如果你去拌,不小心动到手 你的手都会红肿,都会痒 如果不小心吃到,喉咙也是一样会肿痛 它的生命力也是一样非常的强 也是很难死的一种植物 虽然很容易顾 但是也要小心它的毒性 不要让小孩子拿来玩 避免小孩子的皮肤肿痛等等 接下来就是这种金钱树 这种金钱树它的观赏价值非常的高 有很多人都很喜欢这种金钱树 如果用一般上的药水来打的话 也许可能打不死 它的生命力也真的非常的强 这种金钱树在风水来说 它是属精的 在风水来说,如果你是放在阳台上 它会吸收外界的精气 有利于家中的财气 我小的时候 那时候都相当流行这种金钱树 说会带来财运 那时候金钱树非常的昂贵 所以每个人都想买回去 让家里有帮助 招财进宝 而且这种金钱树 它也是有液体的 它也是有小毒 曾经有一些物质拌出来 它家里的人每一个人都中了癌症 认为就是这种金钱树 导致了他一家人中了癌症 所以当时相当的轰动 以为这种金钱树 它是会导致人得到癌症 就是那个问题出现的就是很多人 就开始排斥这种金钱树了 这种金钱树 它的枝叶也是会刺激皮肤 如果不小心动到你的皮肤 它会让你的皮肤烧痒红肿 这四种植物在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都相当流行的来做风水植物 到了现在呢 这种植物也不再流行了 所以一般上风水植物都是有毒性的 如果你的家有很多小孩的话 这种植物最好把它移到比较远的地方 这样子来避免小孩子哪来玩哪来吃 避免想不到会发生的事情 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看 新闻草药自然一些 下一期见 今次回到这里 我看见到这里 我看见到这里 你会不会无数字 你会不会有数字 知道我这个人 你会不会有数字 不会有数字 太多了 你会不会有数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